台日拼观光护坊 在日本离岛冲绳 有美丽的生态和繁多的物产 冲绳官方介绍 从大地还可以远眺台湾的山脉 希望未来吸引千万观光客 请看我们日本特派记者林宇的报道 40多家来自冲绳各岛的旅行特产业者 参加在东京的展示会 希望将岛国的独特魅力推向全国 吸引不少观光业者洽谈 冲绳除了本岛 其他立岛可分为四个部分 分别是宫古岛区 八重山岛区 九米岛区以及十五里岛区 其中日本国土最西的岛屿 宇纳国岛 距离台湾仅111公里 天气几朗时还可以远眺台湾的山脉 除了湛然让人屏息的海岸线 各岛屿上不同的自然环境也造就了种类繁多的物产 收费于干净水质 就算别名绿色鱼籽酱的海藻海葡萄 可说是日本知名的养生美食 还有冲绳特有的黑糖 阴色古湖的三位县 发源地就是琉球古国 冲绳的手工艺文化也相当发达 当地人有居民在使用传统织布机 沖縄本土山は 本当にみんなが集まって わ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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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と楽しめるところで 石垣島はそういうところもあるんですけど やっぱり自然環境が一番よく根付いているところですね この離島の紹介というのは 国内で始めたところなので ただ将来的にはやっぱり外国の方にも 離島の魅力を知っていただきたいなという風に考えています 去年3月石垣島機場開通 沖縄地道迎来了更多观光客 也看到日本地方政府力推观光 拼经济的努力 新唐記者刘士勇 与日本东京報道